-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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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真的嗎? - 真是比較好吃 - 反熟頭反熟頭反熟頭 - 蟹膏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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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大家好,我是Mira - 今天還有幾位朋友 - 還有幾位朋友 - 只有一個到了 - 這是阿倫 - 大家好,我是阿倫 - 大家好,我是阿倫 - 對,還有艾琳和她的老公還沒到了 -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 - 醬油蟹的地方 - 沒錯,這個大雅房非常出名 - 相信很多觀光客 - 一說到醬油蟹 - 就一定有聽過這個大雅房 - 但我覺得有點羞愧 - 就是我吃過這麼多次醬油蟹 - 我都沒吃過這個大雅房 - 所以今天就要來挑戰一下 - 而且為什麼這麼出名呢? - 就是因為這個大雅房 - 是得到米芝林的一星級的 - 所以個個都說超級好吃的 - 爆好吃的 - 所以今天就要來看一下它 - 究竟是多好吃的 - 要到了 - 好,來了 - 來了,阿倫來了 - 哇,我衝過來 - 大家跑過來 - 我看麥露這邊 - 很偏僻 - 有點嗎? - 好,我們來來來,我們先點 - 哇,它的膏 - 很肥美,五萬塊 - 要再大一個 - 欸,它這邊寫大 - 其實它只有一個尺寸 - 它並不是可以選的 - 還可以吃這個啊 - 羊羊的 - 羊羊 - 妳看,羊羊就比較便宜 - 啊,鰻魚耶 - 鰻魚耶 - 也有 - 噢,天啊 - 暗銀說她要來吃醬料 - 她說她不吃 - 很久也吃過一次 - 然後我全部給別人 - 那妳為什麼要約我 - 我覺得妳看起來吃得很好吃 - 所以我覺得跟著妳吃應該會比較好吃 - 我覺得這邊應該也是會好吃的啦 - 畢竟這麼貴 - 對不對 - 就是東西都點一人份這樣子就好 - 就都可以吃一吃 - 好,那這個就一個 - 然後,一個 - 一個 - 還有魚 - 妳知道呢 - 妳說什麼? - 我都不知道什麼 - 我就是南瓜之類的感覺 - 感覺 - 喔,玉米 - 都錯 - 果然一樣 - 這個是 - 好,來吃吧 - 直接來吃 - 耶 - 我要吃什麼鮮 - 喔,天啊,太多東西了 - 不知道吃什麼鮮 - 不知道吃什麼鮮 - 沒有,有些人是喜歡先吃 - 它是生的 - 之後其實是熟的 - 可是我每次都是都亂吃 - 這裡是蟹肉嗎? - 應該是蟹肉 - 它是一塊大的蟹肉 - 白白的 - 厲害喔 - 很新鮮,然後蟹肉的味道很濃 - 清淡就是鹹鹹 - 偏鹹 - 清淡偏鹹 - 嗯 - 哈哈 - 白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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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不合格 - 它的膏已經掉了 - 好,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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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試了,試了 - 膏顏色很高 - 現在整塊油耶 - 嗯 - 很好 - 嗯,滿甜的耶 - 可是我覺得它的膏有點不夠多 - 它可以更多 - 它就會在你的口腔裡爆炸 - 對,一隻五萬塊 - 我們已經吃掉了一 - 我們醬子也是一萬了 - 我們一口是一萬了,這些 - 它沒有腥味耶 - 吃滿甜的 - 而且我覺得它的醬油 - 不會太鹹 - 喝一口醬油 - 喝一口醬油 - 真的它不太鹹 - 它有微辣耶 - 一吸就可以全部吸出來 - 對 - 好爽 - 配合了 - 嗯 - 再次挑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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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不同視角 - 我被撕台相機包圍了 - 這麼痛苦 - 好多了耶 - 吃一打 - 所以我覺得是新鮮度的問題 - 我覺得抑制有點不夠 - 對喔,這超愛 - 就是,喔,我不能喝它 - 我平時呢,其實不太吃這些營養的 - 但是,今天都可以儘管試一下 - 因為我覺得呢,營養的話呢 - 就會蓋了它那種鮮味 - 喔,這個也是生 - 對,這個也是生 - 嗯 - 它的醬料很辣 - 嗯 - 好好吃好吃 - 三塊魚肉很飽滿 - 嗯,我還是比較喜歡吃醬油 - 嗯 - 其實有人需要扶著它 - 我扶著它吧 - 好 - 蟹膏也要把它拔出來 - 好害喔 - 好吃喔 - 好害喔 - 這個絕料好吃的 - 出來了,出來了,出來了 -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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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超好吃 - 超好吃 - 嗯 - 好好吃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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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好,我們吃完了 - 全部 - 剛剛又叮咚 - 我們要最佳一隻醬油餡 - 太好吃了 - 太好吃了 - 太好吃了 - 而且艾琳指定它 - 它還要帶你吃 - 因為我們說 - 欸,我們可以曬它 - 我們大概一半一半 - 喔對 - 艾琳大概八九 - 她很想吃 - 對 - 第二波,第二波 - 欸,這個膏好像比較多耶 - 這個比較多耶 - 有沒有 - 運氣的食物 -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- 它這個看起來真的多了 - 對,它這次的膏有變多一點 - 哇 - 也很多膏 - 要把它擠成也有 -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- 真的 - 嗯 - 嗯 - 這是比較好吃 - 這感覺更新鮮的耶 - 不知道我想說 - 對 - 如果這是無限吃的話 - 就更爽 - 哈哈 - 像都美 - 好,耶,我們吃飽飽了 - 耶,我們吃飽飽了 - 我們後來再追加嘛 - 反正就是總共點了五人份 - 太快吃了 - 我們大概吃了二十萬 - 每個人五萬塊 - 一點小貴 - 可是我覺得也是蠻可以來吃 - 我覺得很值得耶 - 這個錢 - 完全顛覆了它對醬油蟹的感覺 - 這個錢 - 到一個新的世界 - 就要花出去對不對 - 對 - 就省錢 - 然後結果就是... - 結果一花再多一點錢 - 就覺得說 - 哇,天啊,人間美味 - 感謝醬油蟹的專家 - 這是Mira推薦的 - 哈哈 - 好啦,雖然我覺得挺好吃的 - 但是我自己心目中的排位 - 其實是第二間 - 因為之前吃過可能是真美食堂 - 還有這裡的那個蟹花糖 - 我都覺得是蠻驚喜的 - 但剛才我們不是點了兩次醬油蟹的 - 第二次那隻呢 - 是好吃過第一隻很多 - 我覺得就算是同一間店 - 也好看運氣 - 可能剛巧我每次去真美食堂 - 和那個蟹花糖的時候 - 那個質素都真的很好 - 我們的運氣都真的很好 - 所以我每次吃那裡的蟹 - 都是很有驚喜的 - 但是這間也不錯的 - 我自己推薦的話 - 用價錢上來比的話 - 我覺得CP值呢 - 我之前吃的那些是比較高的 - 好啦,那今天這個帳範在分享 - 就到這裡了 - 我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- 如果你知道我啦 - 記得follow我的IG或Facebook的話 - 就可以知道我在韓國的最新動態啦 - 大家來韓國的話 - 都歡迎大家去試一下 - 這個韓國的醬油蟹啦 - 哈哈 - 好啦,謝謝大家收看,bye - 請你來吧